鸡肉别再炖着吃了 今天给您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懒人做话 学会以后过年就是你的拿手菜 鸡肉已经剁好了 往里面加入面粉 面粉能有效的吸壶鸡肉里面的杂质和血水 然后用手抓一抓 多抓一会儿 抓上三分钟左右 感觉有一点粘手的时候加入清水 给鸡肉清洗一遍 看里面洗出了好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再控水捞出 这样吸好的鸡肉特别的干净 接下来准备一些大蒜 用佐料机打碎 生姜也打碎 然后在小碗里倒入红椒丁 打好的姜末 蒜末 放一点香菜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入盐 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半勺料酒 充分的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了 闻这就特别的香 直接倒在鸡肉里面 再加入一勺黄豆酱 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多抓拌一会儿 让鸡肉很好的入味 这个料汁里加了香菜 生姜 都是很好的去腥食材 所以你不用担心 做出来的鸡肉会有腥味 抓匀之后腌制20分钟 让鸡肉更好的入味 时间到之后 在盘子的底部 推一层香菇 然后把腌好的鸡肉倒在上面 用手按压的平整一点 剩下的料汁也浇在上面 换入蒸锅里 水开即时 蒸上40分钟 时间到以后关火 把盖子打开 哇 真的好香啊 最后撒一点香菜 就可以上桌了 咱们的香菇蒸鸡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鸡肉 口感非常滑嫩 鲜香味美 不用炒不油炸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 过年给家人露一手 咱们下期见